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原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ello Della你好 大家好 袁医生 现在很多时候都听见一些朋友 尤其是那些孕妇 那些妇女当她怀孕的时候 都很喜欢去做一些超声波检查的 觉得是一个很想知道 快点知道肚里面的胎儿成长怎么样 觉得这个其实都很安全 因为很多人各个都是这样做的 那些妇科医生 妇产科医生都是这样做的 那其实究竟这个是不是真是对 我们那个胎儿和BB在肚里面 做这些超声波是安全的呢 那相信大家都都认识了 差不多呢 而今时今日的超声波呢 作为一个医疗仪器 除了探讨一下身体的体内器官有没有问题 那譬如好像照胆石那样 那胆石通常会用超声波 那也有时候我们会照一下腎石 就是很多时候都很流行用超声波的 那但是呢 我们也都是在现在的今时今日 我们很多时候 对一个孕妇那个婴儿在成长过程 都差不多是习惯上 都认为都要用超声波 是 照一照这样 那有些事情是定期的照的 是 整个怀孕过程差不多是每个月照一次这样的 那好了 那一直以来呢 我们都未知道呢 到底这些超声波呢 对这些 就是所谓在 在妈妈 肚里面的未生的那些 那些 那些婴儿 那些都可以说是叫做 胎儿 胎儿呢 是有没有影响呢 可以这么说来说呢 我们过去一直都不太知道的 但是其实呢 在1990年代呢 已经有不同的研究呢 显示呢 其实呢 超声波呢 是会影响 那些婴儿的细胞的成长的 那其中一个呢 就在 都不林 那间大学里面呢 就曾经呢 在 报导呢 他说呢 那我们发现呢 那我们呢 我们呢 赵超声波 对一个 初生成长中的 的胎儿呢 就会 令到 他的细胞呢 会突然之间 是 产生 不正常的 就是 不正常的 的 的分化的 那这样 那好了 那当然呢 这个研究呢 早期呢 就是主要是做在老鼠那里的 是的 但是呢 我们暂时呢 都不知道呢 到底这个 在老鼠发现的 细胞的改变的资料呢 在人的方面 会不会和一样呢 那 那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过去呢 就基本上呢 都假设呢 就是 超声波呢 是对我们的细胞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嗯 我一向都假设 这样讲的 那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呢 在这里的研究呢 他发现呢 那个细胞那个 那个分化的 那个速度呢 在 当然在老鼠那里呢 就如果他用一些 我们八个MHz 嗯 八个 哨刻的 池的频率呢 去做呢 那通常呢 就是 就是 十五分钟左右 那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老鼠的细胞呢 它那个分化呢 是会比正常呢 是 低了22%的 嗯 OK 而细胞的死亡速度呢 是会增加到 双倍的 哦 那反而成长就会 降低了 但是死亡 就会 加快了 是啊 就是慢了的成长 而且呢 死亡的细胞呢 是 double 双倍了 嗯 OK 那我知道了 大概一般在那个医院里面 经常用那个 超声波呢 那频率呢 通常是三到 十个MHz的 嗯 通常呢 可能呢 整个小时都有的 就是有些人呢 去查的时候 慢慢做 就是他一向都 就是会做了 时间很久的 那好了 那现在发现呢 一位科学家发现呢 其实呢 这些超声波那些音波呢 在照那里呢 可能呢 是对细胞的 那个DNA呢 那个遗传基因的 核酸蛋白呢 可能会影响的 那第一呢 他会 就是 延迟了 就是阻慢了 细胞的分化 和那个维修呢 那还有呢 他可能呢 是会将我们 一个叫做P53 那个基因呢 是会将它打开了 就是开始 就是开了 开了起来 就是开了起来 那这个P53呢 是一个 抑制那个肿瘤的 的细胞 的一个基因 一个基因来的 那也都控制我们 细胞的死亡的 那当然了 所谓的癌症是什么呢 癌症呢 当我们那个受 即是 损害的细胞呢 是不受控制地生长 那进然呢 是成为一个肿瘤 那而那个 P53的二变呢 可以说呢 是一个 最常见的 基因的 的異常 是 通常呢 是癌症的病 里面见得到的 就是我们癌症病 看到很多呢 P53这个基因 是出现了问题的 嗯 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其他的医学雜誌呢 都有不停的暴动 那其中一个呢 在那个 柳叶刀 Lancic的那个雜誌 那这个原来是1993年的 是第342期 那他说呢 他有个研究呢 就用了在 澳洲 Perv那里 澳洲西部 Perv有1400名女士 是 那来到 来到比较的 那 他比较里面呢 有些人呢 就只是呢 在那个怀孕过程呢 是照过超声波 自己一次的而已 嗯 那也都有一些呢 那也都有一些呢 在十八个星期 到三十五星期 华孕里面呢 是照了五次的 就是每个月做一次的 是 他发现在呢 在那些 做过很多次的 超声波的那些 那些孕婦里面呢 他发现呢 他那个 那个子宫内膜的 生长呢 就是有 是有 有 有異常的 阻滞 嗯 就是那个 那个子宫内壁 那个成长 是有異常 有不正常的 的 的限制的 OK 那么 那还有呢 这些 照超声波的 多的那些 女性呢 他删除那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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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这个不是老鼠了 是的 是 那些 是真人的了 在这个结论呢 这帮研究人员呢 那个结论就说呢 这些这样的 产线的超声波呢 和有些 我们叫做 Doppler的 Flow exam 就是那些 那种 一种 一种 声音的 那个流量的检测呢 那些都是用超声波的 是的 那就应该呢 是局限于 真是有需要 就是临床有问题 有需要 你才去做 就不应该呢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 就是好像常规 那样 是人都做的 那现在差不多 那些人呢 很多时候呢 就当了一种娱乐 哎 当个 当个 湯儿去照顾照 那样 那样 原来呢 是背后呢 是有 会影响过 湯儿的成章 的 好了 另外1993年呢 这都很久之前的了 那在加拿大 医学习 医学学会的 集志呢 149期那里 那他发现呢 他说呢 很多时候呢 有时候呢 就有时候呢 有一些叫做 所谓 那个 语言的 迟钝了 是 就是他说话呢 是慢了的 OK 那这个当然呢 是不是一个 很严重的病理 或者 机械的问题 但通常呢 是成长里面的 一个症状来的 那发现呢 在那些 很多的病人 孕婦里面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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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呢 开始是多了 这些这样的 语言的 迟钝了 就是说话 是慢了 这个是多了的 那他当时呢 他就会做一个 比较 一个控制的 比较呢 就用72位 小朋友 两岁到八岁 OK 就有这些 所谓的 语言的学习 就是 迟钝了的 但是又不知道 什么原因的 那通常呢 看那个语言 那些 那些 发音的能力 那个语言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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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 对比呢 和他们呢 就是有没有做 那些超音 超声波的 那发现呢 有语言 有障碍的 那些语言 那些语言 是 那个 超声波呢 差不多是 相倍于 没有问题的语言 那就是呢 很明显的 这个结论就是 超声波多的语言 那些语言 那些语言的障碍呢 都多了 就是慢了才学的 是 是 那 那 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就是一个 成长过程的 原来的 没有那么理想 是 那 那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已经知道 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其他方面 会怎样呢 是吧 就是很明显呢 对嬸仔的成长过程 就是超声波多 是会有问题 又产生 那个语言的问题 嗯 好了 那 另外一个呢 也是1995的研究 这些超声波多 其实都很久了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 放射的 的 雜誌里面 讲的 那这个呢 就是用那些 坏了人的那些 白老鼠 去做这些 的研究的 那他发现呢 啊 这些白老鼠呢 是 如果是 就是 照过超音波 多那些人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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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白老鼠呢 他发现呢 他那个 动力 就是 local motion 就是那个 动作啊 那方面呢 和呢 他那个 探讨的活动 就是这些老鼠 就是东体西图 是吧 和呢 要学习呢 要多久才学得到 就是他学习的 那个 那个次数呢 都会有改变的 OK 那就是说呢 超音波 他结论呢 超音波呢 超声波呢 是会令到这些 早期的 就是早期的 超声波呢 是会影响 那个 那个 老鼠 那个 老鼠 那个脑袋的功能的 那就是说呢 他学习又慢了 就是迟进了 了 是吧 那么呢 他也不会那么好奇啊 东去探索啊 那些 就是很明显的 超声波多的 那些老鼠呢 结果呢 就是在那个 老袋的功能呢 是都差了的了 那这个也是做的 老鼠那方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呢 是一个 另外一个雜誌 那 也都看到呢 他这个是瑞士的 那呢 那用一些 即是怀了印的 瑞士的那些 那些白老鼠 那他做了几样东西的 就是超声波 嗯 以及加X光 那样 就是两样 或者只是单独 一样 或者是单独 他发现呢 在那个 就是那个 产前期的 那个成长 以及产后的 那个成长 以及那个 就是成长到之后的 那些行为 就是这些三方面 那发现呢 做超声波啊 和X光啊 或者加上那些 那些 那些人的 那些小孩呢 那样 他们的 产后的 那个死亡率 是会高点的 嗯 当然了 某个数量的 死亡 的 那些老鼠仔 那这样 他发现呢 照X光 和超声波 那个群组里面呢 那些老鼠 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探讨 探索 所謂環境的活動是有影響 在六個月的時候這麼大有影響 而且體能的活動能力 可能叫他走的圈、操動 都是減低了 減低了三到六個月這麼多 遲鈍了很多 學習的能力都是有影響的 他的結論就這麼說 經常用超聲波或加上X光 對嬰兒胎盤的成長會有壞影響 也會影響到成年腦袋的功能 很明顯超聲波的安全度 90年代已經無數的研究證實了是有問題的 我也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很大的研究 就是講一個護士學會的一個雜誌 他們就是比較一些超聲波 很多時候他們打算做一些超聲波 看看湯兒的成長會不會出現問題 如果有問題就可以及早發援及早干擾 而他那個大型的研究發現 做超聲波和沒有做超聲波 在那個30元的最後的結果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即是說你為什麼要做呢 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沒有什麼幫助 不是說你做了之後 就及早發援的問題 早點去干擾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你看到老鼠的研究 都已經看到超聲波其實是有傷害的 在那麼多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大學不同的研究院裏面 做出來都大家有相同的結果 很證明到是濫用 或者是對超聲波對於胎兒的成長 其實有一定的傷害性在那裏 而在澳洲實際用一些已經出現了問題的小朋友 做的研究裏面發現了真的問題嚴重一點的小朋友 其實在他們的成長或者在媽媽的肚子裏面的時候 其實他們做的超聲波相對來說是比較多的 所以就真的出現了這些問題 所以可能現在社會上越來越多那些學習障礙的兒童 或者就是說就算成年人一些很怪異的行為 其實可能都是源於胎兒在媽媽的肚子裏面的時候 就已經做了這些所謂流行的檢查 超聲波的檢查 超聲波在這裏流下來的一些傷害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人有一種錯覺 以為超聲波不是一種輻射的物質 只不過是一種頻率 但你記住 這個對一個成長緊的胎兒 不是一個成年人的做檢查器官 有沒有照有沒有膽石這些是不同的 有時候胎兒很小的 可能初期兩三個月的胎兒成小到 可能一隻手指弓那麼大那麼多 那你知為何鬼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始終是一種很強的震盪力 你說對這麼小的細胞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的研究證實 其實是有不良的影響的 更嚴重的是它啟動了PMA3 所以現在的癌症病人 又年輕化了又多了這麼多 希望各位的婦女 或者未來的父母 都要很小心地慎重去考慮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好像做一個禮行的程序 要用超聲波看看BB什麼 他們還未到的時候 不需要那麼早看他們 好 今天謝謝袁醫生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 at 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 dot S-O-U-R-C-E-W-A-D-I-O dot 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了 好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